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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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反應的 多謝你們 大家好 我叫Mo 大家可以叫我做賴恩池 我很開心 因為這是一間大學 還有這是一個劇院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劇場人 所以來到劇院 我是很有親切感 好像回到自己的家 而劇場很講互動 所以我剛才跟大家說嗨 大家也有跟我說嗨非常開心 Hello 非常好 我現在試試問一些問題 看看大家會不會有反應 因為我是搞創作的 我希望跟大家多些交流 大家吃了早餐沒有? 沒有 我聽到很多人 即時都聽得到廣東話非常好 因為馬上回應我 我也是一個搞蔡爾工業的人 所以我也很關心香港的創業工業 我想問一下 昨天有誰是有識電視的 舉手 給自己一點掌聲 好好的 香港有救 還有大家都很懂 大家都很懂電視 很感謝大家支持我們這個香港工業 好了 既然有反應 我就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在座有很多都是中學生 中學生請你舉手 對很多 沒有舉手的人 應該是大人 或是老師 或是家長 首先我想跟家長 或老師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很可能 我一會兒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難免會有些教壞學生 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在今時今日這樣的教育制度底下 如果我教壞的學生 我是挺成功的 所以不用擔心 在座有很多是中學生 在我那個年代 我就是考會考和A級 在你們現在這個年代 就應該是考DSE 你考DSE 即是想讀大學 你想讀大學才考DSE 要不然你考來做甚麼呢 既然說到讀大學 仍然都想讀 那讀大學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我們常常聽人說 讀大學有五件事 是最重要一定要做的 大家知不知道是甚麼 有沒有人說到 對 非常之好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得等你們 我只有十二分鐘 我要很快地 告訴大家這五件事是甚麼 第一件事 首先 拍拖 拍拖 沒錯 你中學都有拍拖 但是我們常常聽到 中學生是不應談戀愛的 所以你中學拍拖是不對的 大學生就可以拍拖了 第二件事 上莊 上莊 就像中學的學會一樣 即是你大學的上莊 就是你大學的學會 不過這些就是學生自治的 即是你可以在學校開會開通頂 又或者你有甚麼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上街示威 OK 而第三件事 剛才有同學大雅出來 你看到他很明顯是一個大學生 因為一個正常的大學生 都會做的就是走堂 走堂在大學生來說是很正常的 中學也有機會走堂 但是那些就不是叫做走堂 那些叫做逃學 或者是礦貨 你會被人幾缺點 所以中學生是不能做的 而接下來就是 拍拖時間 當然要拍拖時間 要賺錢的 你想想買iPhone也要錢 對不對 接著就是住科 住科就是最棒的 因為你終於可以離開家 你可以享受你自由的生活 你可以享受你獨立的生活 沒錯 在大學的時候 你們很幸運 起碼你現在未讀 入到大學之前 你已經聽到 起碼我告訴你要做這五件事 但我讀的時候 是沒有人告訴我 所以我不知道 原來最重要的 讀大學是要做這五件事 跟讀書完全是無關的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很努力讀書 因為我在A level 1的時候 成績都OK的 就是我英文成績拿得很好 所以我就入了英文系 大家不要問我英文拿了什麼 那我講出來 你可能會覺得我很困難的 那我不講了 那麼我讀到英文系 然後我用心地讀書 所以我在英文系的第一個學年 我拿到3.5的成績 就是入到Dean list 什麼叫做Dean list 就是你讀到人都瘋的那些 或者你讀書 勁到瘋就入到Dean list 那你拿到3.5的成績 你當然是讀到人都瘋了 但是我那時候 就真的人都瘋地讀書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生活可言 是完全呆了 就是一個很摺 還有現在那些簡稱很窄的那些 那些就是我的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要這樣讀書下去呢 我這樣不是老 我就發覺原來 其實我不太適合這一科 那我怎麼辦呢 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呢 我下一步呢 我就是衝了出這個課室的 我是頂不住地衝了出這個課室 那我衝了出來就很帥 那我又跟著怎麼辦呢 那我就在那個學校的廣場那裡 就在那裡想 我怎麼辦呢 我應該回到課室 還是我直接想著 不如我不要再讀了 我 quit 了學校 我去撤學 那這個時候 我很喜歡氣奇 這個時候 沙士比亞在我面前出現 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那我就在那裡徘徊 不斷地想著 to be or not to be 我想怎麼好呢 我回到那裡好 還是不讀書好呢 幸好這個時候 我就在這麼大的廣場裡面 被我看到一座建築 那座建築就是電影電視系 那我心想 整間大學應該最有創意 最敢創作的 和戲劇最有關係的 一定是你的電影電視系 那我一聲跑上去 我就拍門 我直接打大佬 我拍這個 Department Head的門 我直接就跟他說 我受不了英文系 我可不可以由英文系 轉來你的系 如果你不讓我轉 我不會讀書 那我不知道他當時 Department Head 是被我真的感動到 還是被我恐嚇到 或者可能是我 3.5這個成績吸引到他 他給了一個interview 我的機會 而且真的收到我 嘩 我簡直覺得我的生命 就開始改變了 然後我發現 我第一件事開始改變 是我的GPA 我的GPA 由我英文系 3.5那個成績 立到Dean List 我在電影電視系 是第一個學期的成績 不過意 我做Warning Letter 那我心想 死了 我是不是又選錯科 我是不是又拍錯門 但不是 我真的很喜歡創作 我真的很喜歡去搞不同的 戲劇關係的東西 所以我當時也上了妝 我上了戲劇的妝 然後上了戲劇妝之後 還做主席 我一年裡面 我搞了七個話劇 所以你可想而知 為什麼我的GPA 是不過意的 因為我是搞了話劇 沒有去讀到任何關於電影的東西 但我很喜歡創作 很幸運 在第二年的學期 開始電影系 開始有創作這些科 不是純粹讀電影史 或者電影的理論 那我就去想 我當然要創作自己喜歡的東西 在紀錄片這個科目裡面 我選了一個題目 是馬攬 大家有沒有聽過馬攬是什麼 我沒有聽過是好事 代表你們很純情 那馬攬呢 其實是一些紅燈區 也是香港的性工作者的地方 即是很危險的地方 即是說呢 學校呢 他們是覺得這個地方太危險 所以他們反對我去做這個題材 然後不肯以學校的名義 去借機給我 那我就覺得有沒有搞錯啊 我這麼辛苦才能進來 我這麼想去做自己的創作 你竟然不肯借器材給我去搞自己的創作 那我當然生氣了 那我生氣了 我又去拍門了 我就拍那個負責老師的門 就跟他說 就是理論 就跟他說 他說什麼學校的資源不是應該屬於學生嗎 什麼學校不是應該以學生的創作為本嗎 那我跟他說了一番的理論之後 他依然去答案 就是說 學校是不可以以學校的名義 來借器材給你的 那我於是就去找一個 不是負責的老師 那我跟他傾訴 竟然這位不是負責的老師 他願意借他私貨的東西給我 不是以學校的名義 借他的工具給我 那從那一刻開始 我也開始挺喜歡 那些不負責任的老師 因為他借了他的工具給我 讓我可以拍到我想拍的東西 讓我可以完成到我的作品 完成到我的功課 然後我將這份功課 交給那位負責老師 那位負責老師給了我一個A 他還拿著我這份功課 以學校的名義去參加不同的影展 然後拿了學校名義的一個獎項回來 由之後 我一直知道堅持自己創作的重要性 所以支持每一個功課 我都排除萬難的去完成它 那慢慢的成績 又回到Deenlist 我一直都堅持下去 搞不同的創作 一直令我2012年 可以獲得香港十大結出青年 因為喜劇的關係 也都今年拿到香港精神大使 其實一直走下來 去到今天 我站在這個台上和大家分享 我發覺其實所有東西 源於都是一個起點 源於我在中學的時候 和大家現在這個年紀 一樣的時候 的一個起點 我在中學的時候 是和我的監妹一起住的 因為我是一個領養家庭長大的 領養家庭長大的意思 那個不是你親生的父母 所以當我監人跟我說 你這麼有說 你出門口 我是完全相信的 我是100%的信任 他是完全會 立即聽我出門的 如果我不聽他的話 所以我在家 我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 聽話的小朋友 他說一我不敢懷疑 在家 我是只可以讀書的 和所有讀書無關的東西 我都是要撤回的 我在家 我是絕對不可以 在他視線範圍裡面 去搞任何的創作 去寫任何關於劇本的東西 我在家寫劇本是這樣的 唯一的空間 在哪裡 就是廁所 在廁所裡面 我才可以寫到劇本 我在家寫劇本的歷程就是這樣的 首先我在廳裡 在廳裡 我就要假裝溫書 這個假裝的過程 就是順便訓練我這個演戲的細胞 在假裝溫書的過程 其實我是在想其他東西 在想一些劇本上面的東西 在想計制 在想不同的台詞 當我想到之後 然後我就會把書下面的原稿子拿出來 拿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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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在肚子裡 然後就炸肚痛 炸肚痛是最好的 因為你可以掩著肚子 掩著肚子 掩著肚子 那些東西就不會掉出來 然後就說 好肚痛啊好肚痛啊 然後就馬上進廁所裡 關門 大家想想 一次肚痛的時間 最多是十至二十分鐘而已 所以我只有十至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完成一個劇本 我一天是不能扮太多的肚痛 因為這樣是不合邏輯的 是違反了這個戲劇的理論 所以我只能扮最多三至四次而已 所以我完成一個劇本 是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比一般人多幾倍的時間 但是我在這個廁所裡 每次因為肚痛大變的關係 我完成了很多大作 很多傑作 很多傑作 在整個中學生涯裡面 我完成了不同的劇本 有一次是特別重要的 因為那次是代表學校參加戲劇比賽 然後那次老師邀請我成為導演 然後成為編劇 所以那次我特別重視 於是我就在廁所裡去寫 在我裡面去寫的時候 我就不斷地寫了六十分鐘 我的家門就不斷敲門和我說 喂 懶事佬跟我出來 你再不出來 我這個時候就繼續演戲 我就出來了 我就出來了 但其實我還要藏起我的劇本 和我的原稿子在肚子裡 但有一次他發現了我的原稿子 他在我面前撕爛了他 然後把那些原稿子 和他那次去大便沒有水的關係 所以他把廁所水裝夢 然後在我面前把那些原稿子 和廁所水和他的屎 一起沖到馬桶那裡 我那一滴冷藥都沒有哭 因為我記住 我記住那一刻 我記住那一刻 一直到我晚上 我等 等到他睡覺 我晚上自己慢慢起床的時候 我慢慢把那些 每一隻字寫出來 寫完之後 我才把那些原稿子 放回到我肚子裡 然後蓋上我的皮 蓋上我的頭 我才哭 我記住那一刻 我有多喜歡戲劇 他這樣去撕爛我原稿子 和他的事一起沖到馬桶那裡 我都沒有放棄到的話 我那一刻沒有放棄到 我就以後都沒有放棄到 直至到今天 謝謝 謝謝 很感謝冷時 今天和我們分享他的故事 好